文化部长郑立军佐,22日在关怀演艺人员春节参会中,遭资深艺人证会中打耳光。 内政部长徐国勇金,23日表示,事发后第一时间就只是保留总队,要再加强各部会首长的安全维护。 徐国勇23日上午到立法院参加民进党立委林淑芬举行的小小公民国会体验营活动, 他在会后受访时表示,对于这件事感到非常遗憾,心痛,在民主国家不应该这样,况且正立军事去关怀资深艺人, 发生这样的事,很多民众都不能接受。 对于郑立军遭打耳光,徐国勇谴责暴力行为,呼吁民众应回归理性, 并强调郑立军在文化方面的表现有目共度,希望大家给他鼓励,请他继续加油。 徐国勇强调,事发后第一时间,就立即指示保留总队的警官队, 对于各部会首长的安全维护要再加强,注意,随护也要加强维护。 4 4 5 15 4 2